恩泉清晨甘露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 旧约先知哈巴谷是位站在守望台上的代导者 纵使他面对守处的强暴环境 心里有很多的困惑 但当他面对上帝时 他愿意安静下来细听上帝的声音 今日我们面对的环境及问题 并未因日月星辰的转换而有所改变或减少 也许你我都像先知哈巴谷一样 面对你无法改变 无法理解 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 但是先知引导我们再一次地回到上帝面前 安静等候 安静聆听他的声音 在coronavirus扩散的今天 各行各业都因疫情的冲击下不得不停下来 就算是事业心中工作狂者也必须缓下脚步 疫情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陪伴家人 把忙乱的心思定下来 定精仰望上帝 从疫情的扩散到今天 我们似乎学习到一件功课 Be still 安静 不止你我要休息安静 世界万物也要休息 并听听上帝要教导我们的功课 上帝曾回答先知哈巴谷 要他写下他的话 使人容易读 原文另外一个翻译是 谁跑谁读 英文 A hero may run with it 指的是先锋者 奔跑的先锋者 上帝的教导 很奇妙 一个正在奔跑的先锋者 岂能阅读呢 上帝的话语奥秘指出 忙碌的人啊 正在奔跑的先锋者 重视你为生活奔波 而无法停下脚步 就算环境压迫你 无法喘息 但别忘了 你仍要谁跑谁读 读上帝的话 当哈巴谷为世伪的环境 及恶人所行得 纷纷不平时 他没有忘记仰望主 他明白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今日当我们面对 扩散的疫情 以及他带来的恶劣环境时 也是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刻 要认识耶和华的智慧 认识他的大能 认识在患难中 他所预备的救恩 亲爱的朋友 疫情的侵袭里 你也许依旧向前奔跑 会因此而慢下脚步 无论如何 就要牢记上帝 借先知所释放出来的信息 谁跑谁读 上帝的话是带有能力的 他的话像水充满洋海 任你我知取而不竭 纵使在众人扑倒及软弱下 你我仍能有真理 为你我束腰 愿上帝赐福您 有个美好的一天